首先将原稿放在玻璃面 然后选择素描的目的地 按素描设定 里面会有四个设定的范畴给你选择 第一个是原稿种类 你可以选择彩色 或者黑白的素描 第二个是解释度 你可以设定素描的解像度 第三个是素描尺寸 你可以设定原稿的尺寸 第四个是编辑 你可以选择缩小 放大的比率 或者销边的设定 设定后按确定 最后按start 开始素描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